美國副總統賀錦麗二號獲得足夠民主黨代表支持 正式確認取得黨內代表資格 11月將與川普競選美國總統大位 但事實上賀錦麗是這五天線上表決的唯一候選人 黨內沒有其他競爭對手爭取提名 可說是勝券在握 這次投票有近4000名民主黨代表參加 二號前賀錦麗已經拿到超過2350張黨代表票 接下來賀錦麗預計將在8月19號 在芝加哥舉行的民主黨全代會上 正式接受提名成為總統候選人 正式提名後大家關注的副手人選 預計幾天內也會公布 賀錦麗本週末將會親自和可能的候選人見面 公布後將和副手一起展開造勢行程 把重心放在7個關鍵搖擺州 如果賀錦麗在11月的大選中獲勝 她將有望成為時尚第一位美國女總統 寫下歷史新紀錄 美國副總統2024民主黨準總統候選人 賀錦麗 週二赴南部關鍵搖擺州喬治亞造勢 全力炮轟對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 川普和他的副手范斯 氣勢震望的賀錦麗套用最近民主黨的新攻擊詞彙 直指川范佩很怪 接下來這句話更讓全場約一萬名支持者情緒沸騰 賀錦麗叫正川普辯論 讓賀川對決出現新火花 原本總統拜登在喬治亞州民調落後川普五個百分點 但現在賀振營認為有機會 看看兩人在非裔選民的支持度 拜登退選前領先川普38% 賀錦麗則高達61% 而非裔佔喬治亞州選民約三成 賀錦麗顯然大有可為 她不在喬治亞州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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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在喬治亞州工作 她在喬治亞州工作 為了在11月拿下喬治亞州 賀振營在當地增加170名工作人員 和24個競選辦公室 這場造勢也請來饒舌歌手梅根油霧和Quivo表演 要擄獲年輕選民的心 賀錦麗真的能帶來改變嗎 賀錦麗承諾繼續辦公室 賀錦麗承諾繼續拜登的重點政策打通膨 降低生活成本開支 也談共和黨最喜歡攻擊他的移民和南部邊境議題 不過川普陣營也不是吃素的 立刻推出競選廣告打賀 川普附手梵思在內華達州造勢時也猛攻邊境議題 范斯指控賀錦麗對美國不忠 因為他支持北美自由貿易協議 主張開放邊境又掩蓋拜登心智能力下降 不過范斯恐怕得先擔心自己 因為他過往的歧視性言論現在全被挖出來 范斯從沒孩子的養貓女到沒孩子就反社會精神錯亂的論調 以引發各界批評 根據ABC民調 范斯的好感度從7月中的負6% 僅一周就再掉到負15% 恐怕是半世紀來最遭覆首 而根據最新路透社民調 目前賀錦麗以43%微微領先川普的42% 維持五五波態勢 彭博社民調則顯示 賀錦麗以抹去川普在搖擺州的優勢 以48%超前川普的47% TV新聞綜合報導 美國總統拜登退選後第一場活動 赴德州奧斯汀的詹森總統圖書館 紀念1964年民權法案60周年 拜登這場演說原定7月15號被白宮視為拜登挽救選情的一次機會 不過兩周後的今天政治版圖已經重組 拜登不再聚焦未來四年 而是他唯一一任的政治遺產和民主的未來 拋出對美國最高法院進行全面改革 以遏制保守派領導的最高法院被拿來當成武器 破壞民權原則和保護 大多數OECD經合組織國家的最高法院法官都有任期限制或強制性退休年齡 但美國聯邦法官為終身池 拜登提案總統每兩年任命一位法官任期18年 拜登幾乎改革 因為美國人對法院的信心創歷史新低 5月的民意調查顯示高達60%不認可法院作為 拜登也提議立法官行為準則 要求揭露馈贈 禁止公開政治活動 以及迴避與家人有利害關係的案件 另外也呼籲國會修憲 限制總統豁免權 這顯然呼應拜登一直以來捍衛民主的說法 不過在這麼分歧的國會下 要通過改革幾乎無望 如今民主黨在世代交替 換副總統賀錦麗上陣下動能大增 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川普陣營為了押住對手氣勢 本週將斥資1000萬美元 相當台幣3.3億 在六個搖擺州打廣告 是川普自1月以來最大手筆廣告攻勢 選戰剩下不到100天 雙方都拉大攻擊力道 賀錦麗陣營開始為川普范斯組合貼上新標籤 奇怪 不只賀錦麗帶頭說奇怪 幾位可能的副手人選也這麼說 除了川普的奇怪舉動 范斯針對墮胎的極右言論 尤其是沒孩子養貓女的說法 更被大酸奇怪 你有沒有看到這個人 當他在場上 他好像在場上 他好像在場上 不太能走 然後他往上去 他招呼他招呼他 我愛他招呼 但他在場上是一個奇怪的事情 對吧 民主黨為川范佩貼上的奇怪標籤 有人認為比拜登高大上的標語 更直白易懂 但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弗里曼則警告 這種做法愚蠢 且可能帶來反效果 只會讓川普具優勢的白人藍領階級 覺得被羞辱 未來賀錦麗陣營想要拓展搖擺州的選舉人票 副手可能是關鍵 周一 賀錦麗的副總統人選名單更縮小 北卡羅來納州州長古博 和密西根州州長惠特默 確定退出或出局 在擴大選舉人票考量下 擁有19票的賓州州長夏皮洛 和11票的亞利桑那州參議員凱莉 最被看好能出現 TV新聞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NHKTV》 《NHKTV》 谢谢观看